是 畫畫很療癒嘛 其實小時候就喜歡 但是一直沒有機會去學 後來我去南法普羅旺斯 那邊有一個畫廊 認識到有一個法國當代畫家 Claire Best 他的畫風我非常喜歡 慢慢接觸了之後 然後就更喜歡法國的文化 然後他們的個性 跟他們的生活習慣 讓我很欣賞 所以就越來越喜歡 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 文艺界不管是比卡索 塞上 帆古 或者是雷诺娃 他们在晚年的时候 都定居在普洛斯 普洛斯来讲 它就是一个有 三轮叠仗的一个大地 充满阳光跟绿意 非常棒的一个大自然场域 对于乡村风格 今年探究的设计师李干才 总能在每次的作品当中 催炼出最真挚的乡村风情 而此次设计师又会演绎出 什么样的南发风情呢 我之前的风格都比较欧洲乡村 是道地的乡村 所以它是非常阳刚的 很粗犷的 很多会用一些石头 用一些红砖 或者是粗犷的木头 这里完全没有 那这次是做比较柔性的乡村 材料常常会透过油漆 涂料的部分来展现 做一种复古漆的效果 把时间的场域拉到一百年前的效果 是五年多的楼中楼 原来玄关是一个封闭型的 楼梯底下整个都是储藏室 楼梯的正前面是一个电视柜 一进来的时候 是根本看不到一个宽广的客厅跟餐厅的空间 我跟五祖讲说鞋柜跟储藏室必须要拆除掉 空间释放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所以它采纳了 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个光线导引的方式来讲 客厅它的窗户下半截都封掉了 这太可惜了 所以我把它空间解放 大面积的光线可以完全渗透到客厅 甚至穿越到玄关 当客厅的大面积光进来之后 这个玄关不再是纯粹的玄关 加了茶镜 变成可以做瑜伽很好的空间 李总监他做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又出厂的空间 又让出我运动的空间 会让我觉得很惊讶 这次的风格加了一些标榜 柜族细致性的一个线板 天花板的线板 橱柜的门片的线板 还有就是壁炉 这个壁炉是一个大理石的线板 我们自己画图 然后请大理石工雕塑出来 客厅的部分来讲 它需要一些收纳柜 在壁炉的两侧 我们故意做一个造型门 感觉说这空间 很像可以通往另外的空间 会有一种空间无限放大的感觉 我太太问说 专门要再找大哥 我说当然要找大哥 大哥就是我的偶像了 他设计出来的风格 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太太就是想说 既然是他一个独处的空间 他就不想要看到电视 希望说设计师能够帮我打造出一个 就是可以把电视隐藏得很好的方法 结果没想到设计师真的就帮我办到了 我是很少看电视的人 但是因为这个空间其实有部分也是为了家人准备的 因为家人希望有一台电视 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想尽办法 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棒 就非常谢谢他 帮我们很用心 设计师将餐厅上方木粮重新染色 来访至空间深入历程的岁月 而在厕所门片运用老旧海桃花玻璃 营造怀旧氛围 其实楼下的厕所风格来自于我之前看到一个照片的image 我很喜欢 因为我们基本上要的就是手作的一个感觉 油漆工他们很辛苦 他就不断地把那个木头原来的颜色 不断地去改变本来是红色的 后来就变成一个看起来就是有历史的 加上那个石盆 我觉得整个味道就出来了 最主要是墙壁 墙壁也花了我们好多时间 不断地实验我们要的感觉 出来真的是整个就完美了 其实我们要做一些乡村风的一个风格上来讲 如果要做到十分到位的话 很多的东西都必须透过手作叠的方式来做 做了很多次不同的实验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把它的一个氛围的调子做出来 这种美学是花很多的时间去try 包括我们楼梯的扶手 要把那种不均匀 带一点时间的破损带进去 这个东西真的是不容易做到 当时是我在南法民宿的时候 那个民宿的楼梯非常吸引我 它就是跟这个气相似度应该90%有 那我那时候只有给他看这个照片 然后我就跟李大哥讲 我说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弄一个一样的楼梯 有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怎么做了 第二天一大早九点我们来现场我解释给你听 做出来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棒 我一看我就说对对对就是这个感觉 你怎么知道我就是要这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空间设计都是所有的小细节累积起来造成的风格 那我觉得在这个作品里面我有找到我要的东西 至于二楼的空间规划上来讲 校清房里面我们就是把厕所缩小 然后做一个斜面 让它的一个取机空间 沙发区跟所谓的睡眠区让它扩大 设计师已重整释放格局手法 将场御家具重新定位设计 释放空间创造使用机能 也让动性更顺畅 打造出宽敞且明亮舒适感的生活 关于小孩房的一个空间微调的部分上来讲 它的床的位置是没有变 只是床的位置当初是对面是一整排衣橱 结果它的走道只大概剩下30公分 所以我觉得空间太压迫了 我说这衣橱一定要往另外一个小角的空间移进去 就现在变成我们所谓的更衣室 我常常形容我的乡村风是男人屋 那这次我做到一个女人的乡村风 浪漫 无比的浪漫 这一个秋千是我人生的第三个秋千 因为我小时候家在乡下 门口就有一棵树 树上就有一个秋千 洗完澡就会在秋千上 然后特别享受那一天沉淀下来的感觉 当我上来台北之后 有自己的第一间房子 那时候就要求设计师要帮我做秋千 上次我妈妈来的时候 我跟妈妈一起坐在秋千上 妈妈也说 这好像我们小时候家里那个秋千 有一种很好的记忆在里面 到晚上的时候 就跟太太一起坐在秋千上当 看着天上星星 那心里就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感觉好像就是另外一个恋爱的场域 有那种重新恋爱的感觉 蛮感动的 因为我处女做的很挑剔 然后要求的点都很细 可能一般人不会理解的 可是李仙他愿意配合你要求的 然后再互相去激荡出 就是最棒的东西 我觉得那个过程 所以一个好的设计师很重要 每每看见屋主满意的笑容 听见屋主的感谢举赞赏 是推动李干材设计师 继续往前的动力 让家的温度在设计中不断升华 想看更多李干材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